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完全超越西方的这种价值的感觉 所以中国人对这个公平的理解 我觉得它的含义是基于自己的以往 然后自己的阶层和向上流动的通道 它的一个综合的考虑 现在应该说是年轻人在职业之间是可以相互流动的 我们今天可以到体制内 然后明天我们也可以在体制外 我们白天可以做外卖送外卖 晚上可以做直播 所以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其实是更需要 更期待政府有更开放 更大的这种改革措施 让每个人可以在中间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所以呢叫做各安其所 然后有各自出彩的舞台 可以往上去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